接下來我要來講 ASP.NET System.web 命名空間 最重要的幾個 類別跟物件 要講的是常用的 物件跟類別 HTTP與 HTTP與Response Request的物件 用法及System.convert 型別的轉換 現在我們先打開來看 我們先把它關掉 先開一個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的話 我先加入一個 新的項目 記得一定要選的是 C-Sharp的語法 然後要加入的是 Webform 因為我要選程式 我把命名空間改一下 我叫Lab 這個Lab Lab的話 我是將程式碼置於 在其他檔案裡面 所以會產生兩個檔 一個檔是.aspx 一個檔是程式碼.cs檔 所以我打一下新增 新增完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我建立的 Lab1.aspx 我現在宣告一個變數 是自串 所以我這樣子選擇 System.stream 那我用一個 Account 那Account呢 我給它一個值 等於 Dervin 好了 Dervin 結尾符號 那現在呢 我想要把這個值呢 輸出到Clite端 那輸出到Clite端的話 我可以用剛剛Page裡面 Page裡面的一個物件 叫做Response 因為這個Response 是專門輸出給Clite端的 瀏覽器的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Write 它裡面呢 可以輸出自圓 然後呢 下一個呢 它的參數裡面 它可以輸出來物件 或者是它可以用自串裡面 當參數 把這個自串 輸出到 瀏覽器 所以呢 這一個老師 就給它一個 變數 叫做Account 就是我剛剛的Dervin 這個Account 我要按 結尾符號 好 那我按Save起來了 我執行 啊 可以看到這裡 被輸出來 這個Dervin被輸出來了